当阎松目睹大明的举重冠军 背着大明两经一十三省跪在他面前时 他意识到自己的寿命不长了 或许无法再迎来下一个生日 甚至可能请到阎王爷的出席 那场毁低燕田的失败 使他在浙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却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胡宗倩掌握了证据 成功地威胁浙江的官员与太监合作上奏 推迟了改道为丧的计划 这也意味着替皇帝赚钱 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也面临失败 而被自己亲生儿子与外界隔绝的他 不知道皇帝是否了解毁低燕田的内情 不知道胡宗倩是否还把他当作师长 更不知道胡宗倩是否会向皇帝揭露事情的真相 阎松一片黑暗中选择装聋作哑 即使家境召唤的 他也假装听不见 但当他听到吴宗倩递交的奏报 是关于河道师修事 他敏锐地分析出了局势 胡宗倩没有背叛的 他反对改道为丧 而不是反对他自己 皇帝对浙江的灾情并不关心 他的目光放在更广阔的领域 他关注的是整个国家和五十万匹丝绸 于是 严松抓住了机会 向皇帝建议 免去胡宗倩在浙江的巡抚职务 只保留他作为浙江的总督 没有了胡宗倩的阻碍 严党可以顺利推行改道为丧的计划 只要改道为丧成功 国库的亏空就能弥补 严党上下就能获得利益 而皇帝的私人财库也将充盈 那场毁地烟田 导致百万生灵挨恶 现在看来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嘉靖对严松的建议非常满意 并询问胡宗倩的意见 胡宗倩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满和无奈 嘉靖当然听得出来 但他是一个讲面子的皇帝 不允许臣子对他有意义 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 嘉靖临行前说 谭伦应在浙江继续锻炼 进行鸡骨卖堂等各种活动 目的是向所有人传达一个信息 他帮助严党夺走了胡宗倩部分权利 但这并不表示 他纵容严党在浙江形势如履薄冰 回到京社后 嘉靖一边打坐服药 一边与吕方聊天 关于胡宗倩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竟然将我们都牵扯其中 吕方首先说 没有人能将皇上牵扯其中 恭维了一下主子 然后解释了胡宗倩的行为 他失去了严嵩的信任 但又不愿意投靠清流 他想推行改道为丧 但又要保持浙江的稳定 他承担着多重工作和重大责任 但内阁的两大势力都视他为敌人 所以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家境精通全数 当然能理解胡宗倩的困境 他并不打算将胡宗倩 逼入严党和清流之间致死 他需要胡宗倩抵御窝口 需要他稳定浙江的局势 因此他不能让胡宗倩 过于劳累和苦恼 国库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 那就让严世帆等人去寻找财源 甚至可以与他们分享利益 如果他们还想在坐牢 甚至连一个胡宗倩都无法容忍 那么他们也将无法再被容忍 这是家境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他对严党的定位 首先严党是他大明权力无限 没有责任的公司的高级合作伙伴 享有分红权益 家境允许严党分走最高37.5%的利润 其次他追求利润 但前提是公司的稳定运营 他不允许严党采取过于冒进的经营策略 危及公司的未来 沉默片刻后 家境决定进一步限制严党在浙江的发展 对他们进行监视和约束 从此各路诸侯大会正式结束 利益决议如下 第一取消毁滴烟田的说法 只承认河道失修 临时工已经被处决 这一事件可以翻过新的一页 第二剥夺胡宗倩主导改道为丧的权利 第三加强清流在浙江的影响力 分散胡宗倩身上的压力 这份决议展现了家境典型的反复无常 然而严党的覆灭已经在此刻注定 严党被看作是一个政治团体 但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也没有像东临党那样的文化传承 他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贪污腐败的私利链条 因此不值得期望他们会为民众做出任何贡献 相反 欲网党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严党 一旦他们介入浙江事务 必然会全力阻止改道为丧的实施 家境认为派遣清流派人去浙江 只能降低改道为丧的破坏性 限制严党的贪污行为 但无法完全阻止严党的存在 然而 清流却找到了大明天字第一号战神 不仅严党 就连家境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 御前会议结束后 清流和严党都忙碌起来 张居正见到豫王时 留意到豫王妃小万历的愉悦神情 张居正向豫王传达了皇帝的最新指示 豫王明白改道为丧无法改变 严党也将成功全身而退 此时 他只关心朝廷是否会调拨赈材粮食 满足胡宗县的请求 然而 张居正告诉他 这只是空想 他们希望浙江的丝绸大户就地拿走粮食 兼并受灾百姓的土地 还美其名曰改监阵 这是一个两难的自我解脱 他们所推崇的是改道为桑三点灵 但此刻的豫王已经没有心情关心这些细节了 他追问徐杰等人为何在内阁会议上没有发表意见 但张居正选择保持沉默 于是 他又向徐杰追问 为何高拱作为户部的负责人 仍然无法找到办法调拨粮食 然而张居正继续保持沉默 面对这个愚蠢的豫王 作为太子讲师的张居正 终于忍不住给他上了一堂关于帝王权谋的课 张太月在谴责阎党时 情绪激昂地表示 阎党剥削了百姓 削弱了大明朝的实力 让他们自己受益 然而 转头之间 张太月展现出了真实的面目 拒绝向浙江调拨粮食 导致浙江百姓饥饿 加剧了浙江的动荡 挑战了家境的底线 加速了严党的崩溃 张居正提出的策略非常简单明了 执行起来也很可行 他们只需要控制住户部 不像浙江调拨粮食 这样饥饿的百姓 就会自发的闹事 完全不需要其他人的配合 任何人都会称赞 这是个高明的计策 然而 在赞扬这个计策的同时 我希望大家能思考其代价 浙江的动荡 严党的崩溃 我们清流派不会成为享受胜利果实的人 而只会成为被牺牲的百姓 玉王陷入了犹豫 但就连国师谈论 也忍不住称赞张居正的想法 是一种伟大的战略 只是牺牲了这将百姓 就在这时 天眼玩家玉王妃出现了 她问了一个让玉王感到困惑的问题 你有几个儿子 玉王回答说只有一个 王妃却说 你确实只有一个儿子 但他将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而未来天下万民都将成为你和你儿子的子民 张居正的做法可能会取得眼前的胜利 但会失去天下人的知识 大明朝不是严家的大明朝 更不是那些贪官豪强的大明朝 他们可以剥削百姓 但王爷们 还有你们这些忠臣们 不能默视这一切 张居正最喜欢与玉王妃交谈 一番话说完后 他率先站起来拍马屁 仿佛他不是提出建议的人 既然与王妃改变了战略方向 张居正等人开始为新的战略目标 寻找执行方案 在这将工作的谈论提出 他愿意陪同胡宗县去江苏调拨粮食 阻止官府与丝绸大户低价购买百姓的土地 然而 如果新任杭州知府和纯安 见得两县的知县仍然是严党成员 即使获得了粮食百姓也无法受益 玉王迅速追问谁将担任新任杭州知府 张居正回答道 新任杭州知府是高汉文 他是严世帆的门生 也是上次科举考试的探花选手 被广泛认可起理学水平 尽管他是严党的门生 但并未过多与严党勾结 不算是严党正式成员 这次严世帆选择的 是因为他提出了一项已改见证 两难自解的方案 即所谓的改道为桑三点零 严世帆面带罕见的甜美笑容 注视着心腹罗龙文 递给站在身旁的高汉文一个盒子 严世帆的笔号被誉为千年难遇 笔杆是西角 笔套是蓝天遇 而笔豪则是用红色黄鼠狼的尾巴制作 宝贵无比 足以成为传家之宝 然而严世帆毫不犹豫地将其赠予高汉文 他同时赠送了宋朝的墨 宋朝的宴 以及宋朝李清赵的纸 旁边的罗龙文和燕茂青一起附和 宝剑增壮士 在整个汉林院里 能享受这套文房四宝的人可不多 年轻的高汉文立即表示 来 罗大人 你拿去 这看似豪爽大方 但实质上暴露了他在官场上有些单纯 本时间上级赠送礼物 他却只能拿回家供起来或送给别人 他或许以为自己是耿直坦率 但在别人眼中却等于不重视这些礼物 罗龙文的情商显然超过了高汉文 哎 这个浙江改道为丧的大事 我可办不了 听听他的一席话 不仅抹掉了高汉文愚蠢的建议 还为高汉文戴上了高帽子 同时也肯定了严世帆的选择 气氛达到高潮后 高汉文立即写下了自己的军令 高汉文离开后 罗龙文表达了内心的疑虑 这个年轻人到底行不行呀 严世帆冷笑着说 近世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是只能在汉林院里吃苦耐劳 现在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出头 他全家祖宗都会感激我 如果改道为丧的计划 没有顺利实施引发民变 那高汉文就能替我们承担责任 明清两代汉林 一直都是不可触及的追求 而成功的人却渴望逃离 对于那些经历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 金榜提名中的近世 成为汉林的喧嚣 一直是燕茂青的梦想 然而 一旦进入汉林院 他们面临的是微薄的工资 难以维持生计 官位也无法带来实质全力的苦日子 这种辛酸的日子常常持续十几二十年 倒霉的话 甚至会在汉林院度过几十年 最终安葬在汉林院的坟墓中 张太岳在嘉靖二十六年 成为汉林院树籍士 直到嘉靖三十九年 才转到詹氏府任职 如今 高汉文刚刚荣获叹花 就能够担任这将省会杭州的知府 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机遇 严党成功地获得了杭州知府的职位 而清流们只剩下淳安和建德这两个支线 这两个线都是艰难的位置 淳安被水淹 建德半个线也处于水患之中 如果要同时进行赈灾和制止土地兼并 没有人愿意主动前往任职 然而 这是清流们必须抓住的机会 尽管中国没有类似西欧封建制度那样的体系 但封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知府可以看作市长 但直接管理百姓的实际上是县太爷 关键时刻 县太爷可以与知府对抗 虽然天下很大 但这样的人可不容易找到 大家叹息之后 国事谭伦提出了一个人选 虽然这个人不在京城 无法亲眼目睹 但他背诵了这个人的文章 张太岳觉得这篇文章听起来很熟悉 好像在胡宗宪的奏书中引用过 尤其是最后两句是以师田则无民 无民则亡国 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一个政权能否存续的根本核心 谭伦告诉大家 这个人叫海瑞 他志存高远 不介意被清流们利用 然而海瑞非常孝顺 早年丧父 母亲抚养他长大 他没有考中进士 也没有当上高官 因此他全心全意的侍奉母亲 经常与母亲同床共勉 尽管他已经结婚 只有一个女儿 无论是为了孝敬母亲 还是为了延续香火 他都不愿意出来卖命 然而张居正最擅长的 就是又使人们去卖命 当初的谭伦 就是被他安排到国事的位置 不得不前往这江卖命 张居正有意写一封信 连同利部的调令一起送去 希望说服海瑞一笑所重 然而谭伦对于 只凭一封简单的信 能否说服海瑞表示担忧 张居正 这位被誉为拱火之王 于是开始行闻 我了解你怀揣着雄心壮志 但年过四旬 壮志难以实现 如今 纯安有数十万百姓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你展现才华的机会已经到来 是选择在沉默中黯然无闻 还是选择在沉默中迸发 全凭你的决定 如果你为了天下人 而在这江舍征 那么你的母亲 女儿将成为天下人的母亲 女儿 即使你无后 你的姓氏也将永远高悬于庙堂之上 香火不会熄灭 这是一篇雄文 显然只是一些空洞的说辞 然而 玉王妃却说了一句实话 她建议将海瑞的家人 接到玉王府 由他们来供养海瑞的家人 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地去追求伟业 天亮之后 大明的第一号战神海瑞正式启程 开始了她充满战斗的一声 她充满战神海瑞正式启程